同学们好 接着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气候事项 它有它自己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它要画时段来说 比如说我们在第三第四第五 大家看第一时段第二时段第三时段 所以谈到气候事项 它就有一个与其他的知识点完全不同的说法 它分时段 那这个时段呢 我们教材里有一个黑白的图 这黑白的图呢 老师只不过是把它给大家放到这个画面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时段 第二时段 第三时段 注意要开口讲话了 咬文叫字 我们说第一第二第三也叫不同时段 学习气候事项的审计 就从这个不同时段开始 不同时段 我们要区分的目的是什么 责任 我们审计气候事项的责任不同 对 同时呢 大家也要自己学会 或者是不愿其烦的就画这个时段 谈到时段呢 其实是给我审计的 比如说 我要审计2020年的 对审计单位贾公司的财报 我们说 教材从第一章到23章都有这个画面 什么画面呢 ABC事务所啊 审计 贾公司 或者贾集团公司 2020年的财务报表 或者合并财务报表 我们第一章到23章 都是这么一个大的场景 那现在谈到气候事项 我们要分时段 那么这个时段是基于 我审计的2020年的财务报表 这个财务报表涵盖的期间 那么气候气候气候 就从12月30日要开始了 对 那么第一时段在哪里呢 那七后 12月31号是左手管理层 他的财务报表日 右手的 比如说 2021年3月5号 审计报告日 这个大家能听懂 没问题 那我说 左手的12月31日 右手的审计报告日 这就是第一时段 是的 那我审计报告签字了 管理层 治理层 他要对外公布 对外公布的那一天 假定说是3月10号 签报告的那一天 假定假定3月5号 这个3月5号签的报告 到公布之前 第二 公布之后 第三 这是一个 时段的划分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大家呢 要学会画 不能怕麻烦 因为只有你把这个 放在你心里头 有这么一个画面 你接下来在本节的学习 那么多的文字 你就能驾驭了 对 好 那么这个图呢 大家是能够画的 第一时段 第二时段 第三时段 对吧 是的 如果写成文字 待会我们回头再看 第一第二第三 那本节呢 七后十项 他的第一个问题 你要告诉自己 分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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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 是我们审计的事 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个财务报表期间 那么我们审计不同时段的责任不同 第一时段 从本节背后的准则来讲 它叫主动识别 第二时段 被动识别 第三时段 没有义务识别 好像也很简单 好像也很简单 对吧 主动啊 被动啊 没有义务啊 是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一节的内容 就是第一个特点 是时段 划分 第二个特点 是责任不同 对吧 这就是我们学到每一节 他要找到这一节 最标志性的 最核心的 这个特征 来帮助我们理解 那我们本节呢 先还要讨论 什么叫气候事项 好像我能听懂 老师 我能听懂 就是从财务报表日 到审计报告日 你刚才说 这是第一时段 然后审计报告日 在他公布之前 这是第二时段 然后呢 公布之后 就是第三时段 对 那气候事项的定义呢 我们要建立起来 然后呢 我们说 他要分时段 来区分他的责任 识别责任 对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把本节的 教材的内容 给大家梳理出来 这么五个考点 五个考点当中 大家再观察一下 第三个考点 最重要 因为第三个考点 就是第一时段的 气候事项 第一时段的 气候事项 是我审计报告日 前要去回答的 他在审计报告日 前 我们识别了 如果这个事项 存在影响我的报表 我要求管理生 更正报表 所以这个问题呢 如果在审计报告日前 我确认了 这个气候事项有错报 第一时段的 第一时段的 气候事项有错报 那就是报表的错报 对的 影响我的审计的结论 和我形成的意见 没错 所以五个知识点当中 第三个最重要 好 那么这五个知识点 在什么题型里考呢 各位观察一下 要说难度呢 没有最难的 只要你找到了方法 综合题可能考到 不同时段的 理论上讲啊 综合题要涉及的 对 是不是说2021年里的 事件的综合题里面 就一定有了 不一定 理论上 过去是涉及的 那么打开我们本节呢 就有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之后呢 我们还要注意 文 我们教材的文字的背后 有四个词 或者是有三个词 要提醒大家 咬文角质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原因 第二个就是结果 有因有果 这个先提示 再解释 第二呢 这个教材当中 第二节当中 本节当中 就提到一个词 我们不太 日常生活当中 不太说它 它叫知悉 对吧 知悉 不是知乎 对吧 是不是知乎呢 我们不讨论 它叫知悉 就是说你 知悉就是说 你发现了 你才发现 你已经发现了 是这个意思吗 好像也不是 所以呢 这就是省记的 这门课程当中 很折磨咱们的地方 对 它说知悉 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对 所以待会儿 我们会给大家来说明 这是学习本节当中 你把这个原因 结果 知悉 搞清楚 对你掌握本节的 这个考点 非常有用 或者能够驾驭 本节的内容 好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 报表日 大家注意 财务报表日 还有个财务报表 批准日 财务报表 我们都知道是着手的 对吧 批准日 跟报表日 大家观察一下 批准日 跟报表日 肯定不在一天 批准日 是这个财务报表 和审计报告 一同对外披露 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反正是一同对外披露 那么大家注意 看到 这个财务报表批准 这个审计报告日 我们画了一条线 这代表是同一天 是的 比如说 大家看到 这个老师画的这个草图 我的审计报告日 是2021年的3月5号 那么他的批准日 为什么是2021年的3月5号呢 实际上是 他先签字 他先批准 我右手 再签报告的 我们选择了 跟他是同一天 他是先批准 我再签审计报告 咱们住审会计 是选择于他同一天 于他的批准日 所以 无论是教材呢 还是老师给你写的这个图呢 我们看一下 报告日 审计报告日 和财务外表批准日 同一天 OK 有的同学 老师必须要同一天吗 可不可以是不同一天 可以 如果他的批准日 是2021年3月4号 我们审计报告日 我们审计报告日可以是2021年3月5号 那么老师可不可以他是3月6号呢 我们是3月5号了 坚决不可以 坚决不可以 那老师能不能他是 按理这个 这个是坚决不可以的 对吧 坚决不可以 能不能他是2021年的3月1号呢 不可以 不是坚决 是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给我3月5号隔了好几天 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吗 就是他批准日 跟我的审计报告日是接近 但是他不能在我后面 知道吗 那么我选择 他批准的是3月5号 我选择 签审计报告给他是同一天 最接近的时间 同一天也叫接近 最接近 OK 审计报告日 财务报表批准日 还有 如果我把审计报告日不管他 结果呢 左手啊 他财务报表啊 财务报表日就是12月31号 对不对 财务报表日12月31号 中国境内的企业 批准日呢 是给我左手 给我右手同一天 比如说3月5号 他还有一个报出日 签了字不见得对外公布 报出日是哪一天呢 报出日 是理论上 跟这个三 假定我们这个是3月5号 我们给他一个时间 他不是3月5号 他是3月10号 或者是3月8号 反正就是3月5号 审计报告日之后 对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有三组概念 各位 哪三组 第一 时段 非常的严格 十段 第二 原因 结果 知悉 三个词 第三 日子 日子 有两个日子是同一天 审计报告日 批准日 好 除了审计报告日之外的 报表日 批准日 报出日 希望大家 严格的掌握 这是 讲本节的知识 或者考点之前的一个铺垫 那必须有 否则 没办法聊下去了 对吧 聊天就聊死了 我们不能聊死 对 那么这个内容之外呢 我们知道 我们审计的 回归到我们的本 本源的目标 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审计2020年 被审计单位加工资的财务报表 那么在2020年12月31号 它的报表日 有那么一个事情 请听 什么事情 17.1 17章第一节 会计估计 审计会计估计 老师给大家讲了个例子 哎呀 它12月31号 它有个预计负债 由于生产安全事故 导致人员的伤亡 要赔钱 预计负债多少 预计负债 各位同学 预计负债 300万 那么根据我们研究 评估它 这个300万呢 那完全是低估了 完全是一个高度 估计不确定的会计估计 那我们对这个300万呢 要予以跟踪 而且呢 要审计 结果我们审计的时候 跟踪了 跟踪了 请听 这个300万 12月31号预计的 在我们2021年的 2月1号 法院判决了 赔款 1800万 先听故事 回顾一下 那么2月1号是什么日子 第一时段 请注意 第一时段没问题吧 对 第一时段 这是影响报表的事项 为什么是影响报表的事项呢 因为它的原因 是在2020年 我审计的财务报告期间 哦 它的原因 是在我财务报表的期间 它的结果呢 它的结果 是在第一时段 那这个事情 就是第一时段 期货事项 那这个 就是影响报表 调整的 所以我们要求 被水利单位管理层 调整 12月31号的 预计负债 调整到1800万 或者调整1500万 如果它不调整 预计负债和预外支出 那么 相当于12月31号的报表 就是存在错报的 那么 这个1500万的错报 如果是重大 我们就要保留 甚至要否定 这就是我们 期货事项的第一时段 讲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呢 并不是孤立的 因为它在17.1里面 我们 刘老师给你举了例子 还留了了讲故事 在青春过关 我讲了两个故事 就是这个故事 好 如果我们有了一个故事 我们就有一个词 要来纠结 要来吹毛求疵 咬文脚字 这就是原因和结果 原因结果 是什么意思 原因是我们 审计的这个年度内 存在的事情 但是12月31号 它没有结果 那么我们是 估计了一个结果 这个估计当时 那时那刻 估计的是有不确定性 很正常 那么但是 在我审计报告日之前 已经有结果了 这个地方结果了 财报期间 只有原因 如果12月31号 已经有结果了 就不是气候事项了 那已经结果了 还气候啥呀 对吧 是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原因在哪里 结果在哪里 这个一定要 纠结 知道吗 一定要纠结 有的时候纠结是好事情 对 好 那我们把这个故事呢 大家注意再来听 刚才的故事是很清楚的 那么事情可能 跟我们想象的 刚才的那一个故事的 剧情不一样 还有一种剧情是什么呢 大家听好 比如说12月1号 贝斯尼单位发生了 重大的安全生产的事故 12月31号 他预计了500万 那么这个事情 在3月5号 没有结果 法院没有判决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 这个500万 是高度估计 不确定的会计估计 那么我在3月5号 我们是要进行估计的 或者点估计 或者区间估计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不讨论了 但是会计估计 17.1的问题 他没有结果 那是17.1的问题 如果有结果 在什么时候呢 会计估计审完了 该审会计估计的 在17.1的审 结果呢 这个法院判决 在什么时候呢 3月8号 各位同学看 3月8号 我审计报告日是3月5号 3月8号 判决 注意啊 判决 判决了 我管不管 不管 请注意啊 不管 那判决一定是在3月5号之前 我才管 对 如果3月15号判决呢 不管 你管什么 你管结果在3月5号之前的 希望大家注意啊 如果考题当中 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他的结果是在 不是在 结果不是在第一时段 看好了 结果不是在第一时段 是在第二和第三时段 我们不讨论 我们也 不会让我们去做什么 成绩准则啊 是的 结果这个词 一定要咬文嚼字 好 那我们说 那是 那在3月8号和3月15号 假定这里3月8号 这里有个3月15号 具体某一天 请各位 我现在要讲第二个概念了 原因在这里 大家注意啊 原因 结果呢 在2月1号 那你原因 原因在财报期间 结果在第一时段 但是呢 3月5号没有发现 结果在第一时段 3月8号 才发现 叫知悉 知悉什么呀 知悉原因 12月1号 结果 2月1号 3月5号 他睡着了 没发现 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3月8号 发现 哦 2月1号判决了 我3月5号 没发现 3月8号 发现了 这个叫知悉 知悉什么意思呢 3月8号 发现了这个 2月1号判决 赔了1800万 如果我3月5号 知道的话 我肯定要去调 12月31号的 这个叫知悉 好 各位 如果3月8号 也没发现 他老兄 3月15号 才发现 12月1号 有安全生产事故 12月31号 预计 负债 300 或者500万 2月1号判决 他到3月15号 才发现这个事情 叫知悉 管不管 不管 不管什么时候 发现都要管 事情重大 注意啊 他不是判决 在3月8号 或15号 判决是在 2月1号 结果是在 第一时段 知道吗 那么 你在3月8号 这叫第二时段 比如说3月8号 你才知道 他2月1号 就判决了 你3月5号 怎么不知道呢 你3月 8号才发现 就叫知悉 理论上 可能3月15号 或者是25号 才发现呢 也叫知悉 知悉什么 原因在这里 结果在那里 知道吗 我在哪一天 知道都要管 因为我原因 在12月1号 是我财务报表期间 结果在 审计报告日前 我在3月5号 知道也要管 我在3月8号 知道也要管 我在3月15号 知道也要管 管啥呀 原因 结果 我该管的 知道吗 如果我说了 这个判决在3月5号 判决在3月8号 判决在3月15号 是不管的 前面已经跟大家 交代清楚了 假定我们把这些 常识背景 搞清楚了 我们下面来看文字 先得讲故事 好 看文字 那看文字 什么叫气候事项 它有类别 这就简单了 气候事项是什么 请大家看 有几个日子 财务报表日 12月31号 审计报告日 因为我们心里有日子了 对吧 3月5号之间 发生的事项 但是它后面 还有一句话 以及在审计报告日后 知悉的事实 所以要知悉的事实是什么 是 它的原因在12月1号 结果在2月1号 你呢 在3月5号之前 你就应该知道 你不知道这个事实 你在3月8号 才知悉的事实 这是第二时段了 对吧 或者呢 你在3月15号 才知悉的事实 那么这个两段 知悉的事实 都是在审计报告日后 所以它说 在审计报告日后 知悉的事实 知悉的事实是什么 12月31号 出现了重大的安全事故 12月31号 预计300万 最终法院判决 2月1号 审计报告日前 赔了1800万 你在第二时 审计报告日后 3月5号 可能是第二时段 可能是第三时段 才知道 赔了1800万 这个叫 知悉的事实 OK 好 老师讲故事 给你解释这个文字 懂了 反复读 对吧 懂了 那么刚才讲了 发生的和知悉的 完全不同的意思 对吧 完全不同 发生是指什么 原因 结果 是在我右手 审计报告日前 知悉是什么 原因结果 在我审计报告日前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知道 审计报告签字了 才知道 我的天哪 你真是个 出心大意的人 你在这个时候 或者这个时候 才知道 我的天哪 你干嘛去了 你开玩笑 对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结果 这个是原因 所以这个文字呢 比较抽象 但是你有画面的呢 就会很具体 OK 这个图 希望大家 要看 刚才说了 一个是原因 一个是结果 一个是知悉 三个词 对不对 第二呢 第一时段 第二时段 第三时段 三个时段 是的 第三呢 审计报告日 批准日 第四呢 报表日 批准日 报出日 是的 好 那么气候事项 有哪些类别呢 有的是要调报表 有的是要披露 我们这个 有类似于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类似于 但不同 角度不同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是会计准则的 气候事项 是以审计报告日 的角度去看 这个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 好像相同 但是不相同的 我们这里呢 由于不是考试的重点 但是跟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内容 有点类似 所以不做重点 举个例子就可以了 我们叫资产负债务报表日后 调整 财务报表日后 非调整 非调整 你就要披露 调整 你就要改报表的 这个确认计量 好 有四种调整 八种披露 内容 类似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所以我们强调的不是事项本身 强调的是对这些事项的识别和责任 好 接下来 我们对于七后事项 它的含义 它处在的类别 因为类别给我的责任有关 那么我们来感受一下 在单选 多选 简答 综合 都可能涉及 比如说 大家看 利 七后事项 审计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题目的 多选题 我们说了 文字越少 严重程度越大 文字越少 这个问题越大 比如说中纪委 扫黑虫 把老虎拍上一 对某某一个省级 或者副部级领导 说 他严重违级违规 就说这句话 其实的问题就很严重的 对 那么这个题目的提干 他就说 七后事项审计 对这样的题干 大家不要以为好简单 文字越少 问题越严重 文字越少 他的天马行空的空间就越大 他可以东说西说 帮你搞糊涂 是的 OK 这是老师给你提示一下 好 那么我们说 哪些是正确的呢 比如说 七后事项室子 财务报表日 至财务报表爆出日之间发生的 no 左手和右手 财务报表日 至审计报告日之间发生的事项 所以错了 选项币 七后事项是指财务报表日 至审计报告日之间发生的事项 对了 以及审计报告日后 知悉的事实 知悉的事实 我们刚才反复给大家画图 对不对 知悉的事实的时候 可能是第二 三月八号知悉的 可能是三月十五号知悉的 但是他都在审计报告日后 在第二时段 第三时段知悉的 对了 全是文字 全是文字 只要你有画面 这些文字呢 有画面 这个文字你是可以理解的 好 选项C 仅需要 仅需要主动识别 财务报表日 至审计报告日之间发生的 是的 那么也就是说 三月五号 也注意啊 因为这个内容真的 光看文字是不行的啊 三月五号 之前判决的我管 三月八号判决的 三月十五号判决的 我不管 前面老师跟你讲的故事的 对 好 那么 各位 这个选项C呢 他说 我仅需要主动识别 这个事情发生的 选项C 完全正确 好 审计报告日后呢 审计报告日后 如果知悉某事项 这个事项 如果在审计报告日知道的话 我是要他修改报表的 那么我就应当 但是我很遗憾 我在审计报告日后 审计报告日后 比如说 三月八号 三月十五号 我才知悉 这么一个事项 那么 管理层就此呢 修改了报表 我就应当对修改后的报表 就确认他真的修改了吗 那么根据修改后的报表 我再出新的报告 这个选项D呢 他就把整个这一节 讲完了 这个选项D是可以判断的 那么选项D是对的 好 那么第一时段 第二时段 第三时段 他需要你站高看远 统筹掌握 才能够应付这种题目 是的 好 比如说 在我们综合题 我们刚才给大家做分析的时候 也谈到了 是有可能出的 好 那么这个题呢 来自于2017年的综合题 请看题目 我们首次承接 首次承接 审计假公司 2016年的财报 在资料5里面 审计完成阶段 完成阶段 就基本上是到了18 19章 完成阶段 然后发现了一个事项 什么事项呢 我们审计2016年的财报 16年末 有一项重大的味觉诉讼 在审计报告日前 法院判决了 法院判决了 那么管理层呢 根据判决的结果 去调整了报表 可能2016年12月3日 是要被审计单位预计了负债 可能没预计的负债 那么不管预计了 还是没预计 还是预计了 少预计了 多预计了 总的来讲 就根据判决的结果 去调整报表 这件事情 无可厚非吧 那是对的 好 那住的会计师呢 怎么做呢 他就根据 检查了法院的判决 和甲公司 他调整的报表 发现结果满意 那么请问 这个住的会计师 做法是否恰当呢 Nice 这个是需要判调整的 它是恰当的 对 好 那么还有 大家再看 在2017年 因为我们的试卷 不是一套试卷 那么我们来看 2017年 我们审计2016年的财报 在完成审计工作 也就是18章19章了 发现有一个事情 16年度 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 付诸披露了17年1月份 17年1月份 签了一项重大的收购协议 那么这是属于非调整 因为你原因并不在16年 在17年1月份你签了一项重大收购 收购协议 这样的事情呢 并不是一个日常的事项 是一个重大的事项 你要披露 那么住的会计师 检查了董事会的决议 和收购协议等文件 那贝斯尼单位 披露了吗 披露了 他披露对了吗 对了 那么 请问住的会计师的做法 贝斯尼单位这个事情 住的会计师做出的反应 对吗 赖斯 他只要披露 不要调整 它是发生在 他的原因不在财务报表 不在着手财务报表日前 在17年的1月份 对不对 是的 好 比如说在16年的综合题 大家看 我们审计15年的财报 那么这个题呢 审计报告日呢 是4月30号 那在 资料5 玩重大的事项 我们知道1819章 很多的事情出现的资料5 对吧 对的 好 那么其中有一个 因为我们审计哪一年呢 看好 15年 那么16年2月份 注意 16年2月份是什么 就是 财务报表日 后 但是他的审计报告日是哪一天呢 4月30号 所以是财务报表日后 审计报告日前 对吧 好 怎么了 被审计单位受到了处罚 处罚赔款300万 各位同学 为什么处罚 因为他的原因是15年卖的产品不合格 对吧 好 15年呢 将它确认为营外支出了 那管理层呢 就调整了15年12月30日的报表 住审会计时检查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原因在1月1号到12月30号 结果在财务报表日到审计报告日之间 被处罚了300万 这个300万结果是在第一时段 原因是在1月1号到12月31号 那么我们这个事情 住者快递师是要求他去调整的 他调了 我们检查了什么呢 处罚文件 付款单据 认可了 住者快递师确认了 检查了 付款 钱也给了 处罚单位也查了 贝斯尼单位已经做了处理 那住者快递师的做法对吗 对 好 那么刚才在综合题的资料 我有三个事项 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 希望大家把刚才的四个题目 全部掌握 因为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他的文字性太强 他的文字的背后是有画面 是有所指 我们通过讲一个知识点 再看他对应的题目 去消化他 是的 那第二个考点呢 是刘老师啊 根据我们期后实际上的定义 和他的种类 以及接下来我们要展开的内容 做的一个举例 这个举例的目的呢 是让大家把这个 接下来我们第一时段 不同时段 我的责任 给一个场景 给一个场景 那么这个场景呢 就是说 我审计哪一年的报表呢 大家注意 2020 我总要给一个场景 对不对 是的 好 2020 那我1月1号到12月31号 2020年 好 举例啊 大家注意啊 学18章第二节 你不举例 紧看文字 这个是很没有效果的 我毫不隐瞒的告诉大家 你这种方法肯定不对 希望大家呢 要举例 要画图 要有故事 要告诉自己 对 老师跟你举例啊 跟你讲故事啊 都是想帮助你们的 因为这个部分的内容 我们得想办法的 是的 现在我所有的 给你举例啊 画头就是帮大家想办法 是的 我审计哪一年的呢 我们有场景 我们从第一章到23章 都是这个场景 APC事务所 审计某一个公司 某一年的财报 现在我们说 审计2020年的财报 那意味着 这个12月31号 这一天 是我的报表日 那么我总有一个 审计报告日吧 有的是 是2021年的3月5号 好 那么这就是 我们期货事项的第一时段 那么审计报告什么时候 爆出呢 是2021年的3月10号 好吧 那这个3月5号到3月10号 是第二时段 3月10号之后是第三时段 好 给了这么一个具体的场景之后呢 我们说 那对不同的时段 那么这个假定是A时段 D B时段 C时段 我们的责任是不同的 那么怎么不同 能不能举个例子 能 第一时段 发生的 第一时段发生是什么意思 就是3月5号之前 有结果了 这个发生的 我的责任是主动识别 什么叫主动识别呢 对啊 什么叫主动识别呢 最右边这个表 就是要考的 我一拿设计专门的程序去识别 我要去跟踪 比如说 12月31号 有个预计负债300万 那这个300万呢 是不是高的估计不确定的 会计估计呢 那么这个300万 最后尘埃落定在什么时候呢 截至我审计报告日前 我肯定要跟踪 跟进 这叫主动 OK 那如果说 在审计报告日 3月5号之前有了结果呢 那就要它调整 如果它不调整呢 那就是一个错报 如果说 它不是在 原因不是12月31号呢 比如说是1月7号发生的呢 1月7号出现的生产事故呢 披露 不调整 披露 这都叫主动识别 OK 好 第二时段 3月5 6号到10号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说出现了问题 我们是没有 3月8号 3月8号就是第二时段 法院的判决 我是不管的 3月15号 法院的判决 我是不管的 那我在第二时段 第三时段是干嘛呀 有没有 有没有 3月5号审计报告日前 结果了我不知道 也就是说你知不知悉 这个就不叫发生 叫知悉 哦 如果第二时段 我知悉了 在第一时段发生的事项 我竟然在3月5号之前 没有 没有识别到 那么我是在3月8号才 识别到 那我也是要责任的 有责任什么呀 这个地方有点难 他的责任是什么呀 他的责任是结果在3月5号的 比如说12月1号 你有安全生产事故 31号 法院预计的负债 2月1号 法院判决 你3月8号才知道 你3月8号 3月15号 知道这件事情 都有责任要管的 对 我们叫被动识别 那我们第一个 给管理层讨论 这个1500万的调整 我们预计负债和预外支出 给他讨论这个事项 那确定被整理单位 是不是修改 管理层同意修改 那如果同意修改的话 我就询问管理层怎么修改 如果管理层不修改 那么就是错吧 对 好 第三时段 3月10号公布报表之后 比如说3月15号 那么我们发现了这个 2月1号的判决 1800万 我也是要管的 我就跟管理层讨论 这个事项怎么修改 然后他修改了 我就问 你是怎么处理的 如果他不修改 我们反过来也是要去 视为是报表层在错报的 好 这个例子是帮助大家 有一点感觉 那么感觉之外呢 下面就分三个时段 第一 第二 第三时段 各就各位 因为这里都是文字 所以大家注意 一定要在建立前面的图和故事的基础之上 我们来理解这里的文字 好 第一时段 注意两个字 应当识别 叫做主动识别 这是你该做的事情 你不做就是过失 什么叫应当 应当的反面叫过失 啥意思啊 你应当做的你每一做就是过失 比如说某某事务所 审计某某康康公司 你应当做的每一做就是过失 所以大家看审计教材 或者是讲义当中 应当这两个字那不得了 应当的背后就是过失 应当就是你该做的 应当就是一种审计责任 好吧 第一时段应当设计程序 去识别 他判决了没有 举个例子啊 在 1月1号 或者是12月3日 到3月5号之间 判决了没有 对吧 判决了 他调整了没有 调整了 OK 没调整提醒 对 那么大家注意 那么其他的呢 其他的已经尘埃落定了呢 我并不需要追加 并不需要对之前做的 得出满意的 已经知道了结论 再去追加 不需要 就对那个不满意的 对 好 那么 知悉 对财务报表 有重大影响的责任 知悉 的气候事项的考虑 我识别出 对财务报表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我就确定 他得到恰当处理了没有 比如说他调整了 营业外支柱和预级负债 那就是恰当了 他没有 或者他调整的数量不够 那就要了调整 如果知悉的气候事项 属于调整 属于非调整 对吧 该调整调整 该披露披露 就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反复在讲 气候事项 特别是第一时段 他可能在综合体的设计 比如说2018年 这个综合体 他说财务报表 整理的重要性是1000万 明显微小 错报的临界值是30万 综合体都会给出一个重不重大的问题了 对吧 在资料5 1819章 往往放的资料5 在综合体里涉及 重大事项 可能涉及到本章 可能不涉及 比如说 我们审计的是17年 看好了 那在18年的1月 1月往往是指 审计报告还没签呢 1月份签 审计报告的很少 就是第一时段 对 甲公司呢 对外 销售的汽车 造回了 那么 造回的是12月31号 销售的嘛 好 也就是它的原因 是在12月30号之前 结果是在审计报告日之前 产品的造回 意味着 发生了 营业外支出 发生了 没想到的支出 对吧 发生了 这个费用 多少呢 4000万 这是属于 财务报告期间的事情 但是它的结果 在审计报告日前 比如说1月初 属于第一时段 那我要主动识别 这个造回的事项 是怎么处理的 那被寡计单位呢 确认了费用 进行的披露 被寡计单位 爱上会计准则 该做的都做了 如果从会计准则的角度来讲 叫资产负债表 如何是项 如果从 住者会计师的角度 叫期后是项 第一时段 得到了恰当的处理 住者会计师 对 这个更换的费用 以及披露 进行了确认 那么住者会计师 这个做法 认可了管理层的处理 是对的 请回答 恰当吗 恰当 如果恰当 不需要理由 综合题 也是填表 先判断 再说理由 好 同样的道理 第二时段呢 第二时段 窒息的意思 第二时段 发生的 我是不管的 比如说 审计报告之后 我没有义务 对财务报表 实施任何程序 因为我签的报告 你后面判决 你打架 你防止他了 跟我没关系了 我审计的 审计报告已经签了 你后面 被审计单位 发生的事情 那 那属于第二年的事情 我没有义务 但是如果 我 审计报告日后 财务报表 公布日前 我才发现 审计报告日 就存在的 我当时没发现 那 你有责任 有责任怎么样 有责改之 我右手与他讨论 提醒他修改 询问他 如何修改 如果说修改了 我就去确认 那我审计报告 已经签了字 但是 我没有公布 所以我要去 看他的报表 改了没有 问题是 他如果不改呢 注意 我们看啊 如果他不修改呢 他不修改 你前面出了那个审计报告 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你就要重新出报告 你就要发表 你前面是无保留 然后你就要重新 这个错报存在 你要出费无保留 然后再提交报告 你原来的报告 要作费 好 如果他修改了呢 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去确认 如果他同意修改 同意修改 这个地方 老师要给你画一条线 要把它细画一下 因为我审计的 1月1号到12月31号 大家注意 听你懂一个故事 就在考场上帮你的忙 成就你 我原来是3月5号的审计报告日 然后呢 我3月10号 是第二时段 第二时段发现了什么呢 在3月5号 我就要他调整了 没调整 我在3月10号才发现 才知悉 那我3月10号到5号之间 我总有一天吧 假定说3月8号 我才知道这个1500万要调整 你当时是多少呢 300 2月1号是多少呢 1800 相差多少呢 1500 12月31号 我现在要他调整 但是我本来3月5号知道是最好的 当时没发现 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你没发现 你什么时候发现了呢 请注意 3月8号 那我在3月8号这一天发现了 我就去确认 给他讨论 请他修改 确认他修改 他的报表修改了没有 那对这个1500万呢 我们原来的审计报告里 是没有包含他的 所以现在有一个做法 他的报表已经改了 不是我3月5号那个审计报告 对应的报表 他又是改了之后的报表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审计报告日呢 就有两种选择 现在的问题就出现了 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 我原来有一个3月5号的审计报告日 现在我3月8号对这个1500万 我做了一个确认 而且他的报表跟原来 3月5号的报表不一样了 他数字改了 所以我有两个 第一个 我把3月5号的审计报告日 延伸到3月8号 第二个 我出 我再出一个审计报告 好 请看 我审计报告延伸至新的报告日 原来3月5号 现在延伸到3月8号 我出一个新的报告 对吧 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是什么 我出两个报告日 对吧 我有两个日期 对 好 他不修改 那就是重新出报告 报告的类型 由无保留变成保留 或否定 简称非无保留 好 他不修改 是不是 我还要告诉 财务报表的使用者 不要信赖 原来的审计报告 我现在报告改了 我要公告 好 那接着呢 还有第三时段 第三时段 我们知道了 第一第二第三 我们就要更加清晰了 我没有义务针对第三时段 第三时段 不但是签了审计报告 报告还对外公布了 我对报告公布了以后 再回头去查报表 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但是我如果知悉了 我还是有责任的 这个知悉了某事实 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 审计报告日前就存在 但是我审计报告日前没发现 我是之后发现的 那这个事情呢 很重大 我要管 我怎么管 第一讨论 第二请他去改那个报表 他的报表已经公布了 怎么改呀 公告 这个报表重新再公布 对 要询问他如何再来改 这个是 就是担心对投资者有误导 所以我们要采取一种亡羊补牢 也不叫亡羊补牢 退而求其次的一种补救 如果管理人修改呢 如果他不修改呢 他修改 我就去确认 确认我要 准立这个重大的事项 我要出新的报告 请注意 等于说他已经改了 报表改了 我的报告类型不改 但是我 我的这个审计报告是跟他修改后的 假定说 他以前的审计报告日期 大家注意想一想啊 是3月5号 那么这个事情 是2021年3月20号 第三时段发现的 是吧 那么你这个时候呢 他就把3月20号 又出了一个新的财务报表 那你的审计报告呢 是3月5号 这就矛盾了 所以我必须要出一个新的报告 我的新的报告 比如说 是跟他是同一天 2021年3月20号 因为呢 因为他的报表变了 我的审计报告就 就要 就要跟他保持时间上的逻辑关系 我原来的审计报告是3月5号 他3月20号又公布了一个新的财务报表 那我3月 我这个审计报告肯定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了 那我可能要出一个新的审计报告 而且我的日期呢 可能是给他同一天 可能我 他是3月20号 我可能是3月20号 他是3月20号 我可能是3月21号 所以我新的审计报告肯定要出 因为他的报表又重新公布了 是3月20号的 我原来的审计报告3月5号肯定不适合了 因为 他的 我的审计报告日是不可能早于 他的 好 那我就改审计报告 我就出一个新的审计报告 由于这个内容他已经改了 他的报表不存在重量周报 我的审计报告的类型不改 但是我要增加说明 要不然投资者不理解 对不对 我可以增加一个什么 强调或者是其他事项 对吧 如果他不改呢 他的报表不再公告 我的审计报告没有必要再公告 还是我去 怎么样 他不修改 我就要告诉财务报表的使用者 因为他的报表没动 我就改审计报告 我可以不改审计报告 然后我就通知 这个财务报表有重大抽保 不要信赖里面的信息 最后就采取这种减轻 我们的责任 因为最终不误导投资者 好 那我们说这个第二十段 第三十段 织细的事项也可能靠简达 单选多选简达 或者是在中国里的设计 比如说在2026年 这个简达体当中 涉及到一个事项 请看财务报表爆出后 大家一看财务报表爆出后 第三十段 客户呢 应该改变经营范围 发生了大量的销售退回 这些退回 与14年的销售相关 就证明原因是在财务报表期间 结果在 结果在什么 这个你发现它有退回 那么我们要求管理层 去改15年的对应数据 它的意思就是改15年的1月1号的 那么需要吗 不需要 为什么呢 它这个 它不属于欺货思想 你15年 14年销售 15年退回 根据合同是正常的 它去调整当年的收入 这就是我们根据 销售的合同的条款案 是不是有退回的问题 它不属于欺货 它没有什么错 对不对 销售退回是一种销售政策 按照销售合同协议 之后就够了 它是14年12月3日 这样没有错吧 虽然跟14年有关 但是并不代表 它14年12月3日 是要有什么错 它只要按照销售收入 合同条款 比如说当时 它有退回率5% 它确认的收入是95% 就可以了 它属于一个收入确认的问题 确认计量的问题 不属于期货思想 不属于期货思想 那么期货思想呢 这个内容如果考的话 它还是有难度的 它难度在哪里呢 有一些概念 比如说我们说到了 期货思想 它的定义啊 类别啊 时段啊 什么原因啊 结果啊 知悉啊 主动识别 被动识别 没有义务识别 被试地改了我怎么办 不改了我怎么办 把它做一个模块 它真的有它的特点 希望大家找到 或者是说一定要找到 怎么掌握这一部分 就是期货思想 省计这五个知识点的方法 那么在记者班 这一讲当中呢 老师也就是帮助大家 找到方法 OK 好 期货思想的省计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根据讲义的内容 再去文故 谢谢各位